也有在中华館新路線關懷協會 以及在國民黨中华館東部 有著說要來關懷教育 每年都安排了辦法中學金的活動 最近要來到報道地區進行辦法 這主辦人會表示說 希望透過關懷的活動 讓我們的教育寫檔越來越好 中华館新路線關懷協會 以及國民黨中华館東部 是要到報道國中進行中學金的辦法活動 來自協會和國民黨的輔助朋友 大家都來鼓勵這些學生 希望他們在地上這種學金後 可以緊加打拼來踏車 來領所有的理監事幹部 一起到我們全縣的有40所的國中 那這次有130位學生受惠 那我們非常感謝這些社會的 我們協會裡面的幹部及會員 跟顧問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一起把愛心送到校園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讓更多的社會的善心人士 能夠一起投入助學的行列 讓我們彰化線真正成為一個陽光的縣市 讓我們的學子都能夠無懼於環境的艱辛 能夠努力向學回饋社會 報道國中校長表示 真感謝中華館新努新關懷社會 以及國民黨中華館東部 等年都在心裡頭過年末的時候 來好好進行這中學金的辦法活動 和這個報道國中的學生 在社會最好的鼓勵 帶領了很多人過來為我們頒花獎學金 那每一年快到寒冬的時候 同學們都得到這一份獎學金的激勵 那這三位同學就學非常認真 有這份獎學金的激勵 我相信它未來的表現會更加的積極 那也感謝我們的護理團體 每一年都來關心到我們的學生 在教育方面為我們注入新的活力 那我們祝福這個團體能夠成功 中華館新努新關懷社會 以及國民黨中華館東部廟師 很快的辦法活動 已經是連續辦了幾年了 希望對著中華的教育 可以進一段行列 對著新努新關懷社會 要跟國民黨有這個愛心 好好也都是相當的感謝 就是新聞蔡剛平 報道報道